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近期我們那個trend 事實上不是那麼地上 你說我們是不是會覺得 更加慘也得這個完全有這個可能性 但事實上我們都以此為止 認為相對比較穩定的 即是我們這次負4% 跟新加坡和台北相比 跟台灣相比 事實上是接近大家 即是比較穩定的水平 總體來說 另外Alice 講過全球的經濟不是那麼好 但是如果前七個月我們看回 是一部份量 美國和中國和相關的價值點的地方是不同的 但其他地方更是靜的 如果你說去中東 去拉美的愛情接近8-9% 雖然那個數量不大 但你都看到這個世界還不是那麼激烈 即是全部一起插稅 我希望可以保持得到 在這裏面實際上更大的變化 可能是中美之間的情況 大家都已經開始很清楚了 今次不是簡單一個貿易的問題 投資問題 技術問題 一大堆 我們都會談完一天 然後第二天 第三天 所以我想對現在的廠商來說 在今次裡面 反映到是一個 你可以說是比較現實一些 但也可以是一個比較 是全面一些的 對外戰的負面的看法 因為大家真的要做好準備 事實上我們看到 如果那些有做事的那些 回來事實上 有些廠商跟我們說 不是真的那麼差的 即美國不是全世界唯一的市場 也都不是增長最快的市場 雖然很重要 但以香港我們的產品 主要的市場 是國外市場的 Maskat是比較好一點的